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吓死人了 台湾儿童的肠道好菌只有日本儿童的五分之一 坏菌却是日本人的三十倍 超过一百种最难缠的病 都是肠道坏菌造成的 坏菌太多好菌不能保护肠道 食物不能正常分解 反而让坏菌分解成毒素 沿着肠币的裂缝跑到血管 沿着血液跑到全身到处发炎 聚集在皮肤造成皮肤过敏 脑神经发炎是阿兹海默症的原因 在血管发炎 当然就容易导致可怕的中风或心肌梗塞 而脂肪细胞发炎 让人肥胖还会有糖尿病风险 好的肠道要靠三件课来守护 第一是膳食纤维 促进肠胃蠕动 同时将毒素废物扫出肠道 膳食纤维含量较高的食物油 糙米 海带 巴勒 第二位剑客是益生菌 能正常分解食物 好菌多 坏菌就少 补充益生菌最好的食物油 柔格 味噌 泡菜 第三位剑客是寡糖 寡糖是益生菌的食物 不含寡糖的食物油 苹果 洋葱 蜂蜜 三件课一起保卫肠道 每天清除毒素废物 清肠道同时清血管 不发炎也就不离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